我之前最早分發在桃園 桃園一天平均大概要看 這個叫外勤檢察官 看這個非病史或可疑非病史 一天平均要看六件 如果說像如果今天是我值班 再查一下 昨天如果那個只有爆兩件 前天那個爆兩件 那今天 累積獎金 今天就高興了 可能十幾件 但是還沒有破紀錄 所以像剛剛那個我們那個人和兄 如果一件就哭成這樣 那我們那個就要跳樓了 對 那時候是菜鳥嗎 所以到最後已經沒有害怕 這兩個字了 你只能面對 因為他是工作了 因為太偉大的工作 智陽呢 你第一次面對生死 我覺得說不怕 都假 都臭屁 我覺得在 即使我到現在去看任何刑案現場 或是比較大災難性的現場 還是會怕 但是我覺得那個怕就是說 第一個 就是說不怕是說習慣了 第二個就是說 長官一直在催你狗 你想到那個你頭都痛了 你根本也沒有神經 對 長官比較可怕 工作保住比較重要 對啊 所以像其實我覺得 第一件跑大規模性 讓我整個雞皮疙瘩 那時候是大遠空難 大遠空難 然後接下來 其實國內所有重大空難 都跑過嘛 包括幾個大災難 膽子大是慢慢適應是可能 但是有一個叫做噁心跟難受 那沒辦法 因為像胡律師 像大遠空難就是這樣 對啊 但是你一天要看15件 像我以前訓練膽子 我曾經為了訓練自己 我們以前有年輕高中的時候 同學約了去墳墓地 不管白天或半夜 但是我後來有網路的時候 我是半夜上網 然後就去看那個屍體的照片 幹嘛這樣子啊 還有包括像服屍那些我都看 看完了之後 早上起來是整個人暈眩 然後就是 恍惚 恍惚 然後就是因為被那些畫面嚇到 還有嗅覺 不是只有視覺 對啊 因為最主要是那個 屍體過了兩三天以後 看屍體又是像服屍 味道很重 那個味道都吸在西裝 然後在鼻子裡面都有那個味道 閩南語講說做茶仔最完蛋 對不對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有些嫌疑犯他是很聰明的 智慧型犯罪 他不會每次而已 但是他很聰明 什麼地方他都懂了這些關節 然後您總會跟他們這個 互相對抗一下 我曾經辦過一個案子 就在我們內湖 新湖國小 新湖國小有一個女老師被騷 怎麼樣我們都不會想到 是一個小孩子幹的 什麼感覺 就在一個小孩子後來 後來這個案子我們全面查了 該查該做了 當然有很多細節我們就省略了 最後最重要就是 所有的證據 只剩下一枚非常小的指紋 你知道做案的時候有兩個人 一個15歲 一個11歲 結果在家裡面 因為小孩子很好奇就看A片 就有一股衝動 不知道怎麼辦 隔壁就是國小 天啊 就搬過牆就到國小裡面 然後晃晃晃晃 就看到老師在洗車 就這樣子 真的是運氣很不好 結果當時我們慢慢沒有想到 就是靠那一枚指紋 那一枚指紋的人 主人長大了 結果長大以後他本性不改 又犯了一個疑似性侵的案子 結果打指紋檔案建檔了 建檔以後一比出來 天啊 剛開始他也認為說不可能破案的 反正也就是說 反正就是他還是生活造就 還是怎麼樣 不可能破案 結果這個案子就是八年之後 23歲 就是那麼巧 是不是學校停車場 法王 徽徽 學校地下停車場 這個案子很有名 一般的命案就是三個字 勤 財 抽 對 找不到這三個要件 我們中國人很相信鬼神 所以我們的前輩就去問了幾座神壇 師父很鎮定 跟我的學長講 我們一天到這個線索 那時候死馬當活馬一 我們單位就布現 有的人當作情侶 有的人當清潔夫 有的人躲在車上 你又不能開動 不能開冷氣 戴假馬 學長跟學弟 不能開冷氣 因為你車子不能怠數 對… 通通關在車子裡面躲 沒空氣的時候 窗戶搖下來一下子 11點就開始部署了 到了5點 被蚊子搖了好幾十包 沒有來 沒有來 全部的人就一把火 就罵那個學長 你真的哪來的消息 胡說八道 然後學長很沒面子 打電話去問他那個 神壇的那個師父 他師父又很冷靜跟他講 我跟妳講的 你算的是虛七天 又滿七天了 所以今天才是滿七天 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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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去 離開刑事局已經變 被咬滿包了 這個受害者的父親 我們應該都認識 我們現場六位都認識 對 也是警戒的長官 是 對… 他從痛失愛女之後 他就一直把他的女兒的相片 放在他的辦公室後面 然後後面當天破案當天早上 八年後破案當天早上 他上班的時候突然間 那個照片掉下來 破下來 他就覺得…心中很難過 他想說今天什麼日子怎麼會 突然掉下來 結果突然 然後馬上就接到電話 對 就說女兒亂整破了 對… 所以他就覺得說是女兒來告訴他 對 來告訴他 這個心情真的是很難過 不過林茂雄大哥他是靠槍支 的一個角度才破案的 他是先在69年搶那個 教廷大使李勝雲的槍 對 放了四年 放了四年以後在70…71年 71年4月14號吧 在羅斯福路土地銀行 是 戴鴨蛇帽 土銀 對…土地銀行 第一槍打出去 把那個應該是林鄉裡吧 從副槍打穿 對 然後再來你看錄影帶 他一直比…就沒有聲音 因為每一個要衝出來 他一比大家下去 因為林鄉裡已經被打下去了 所以這樣搶了540幾萬 後來他在那個家裡躲了四年多 自己拿了一些撿到的那個 三八蛋口 轉輪槍的蛋殼 買了一些放鞭豹的那個煙火藥 自己裝火藥 這麼厲害 現在最重的很有趣 大家想到他蛋頭哪裡來 蛋頭自己灌 這樣講會不會會交換 也不會 用木頭 木頭磕 點三八的那個蛋頭之徑 磕磨 自己灌 恰巧的就是第一發被他打出去 他如果第二發的話 歷史就不一樣 因為後來在法院審理的時候 他自己講我第一發打出去 我事實上不只打一發 卡彈啦 全部卡彈 因為他自己磨的彈頭 自己弄的那個煙火藥 我當時可以建議 就是應該自視槍打的 但是他問我子彈 我說應該是自視子彈 我沒有看過那個圓柱那麼漂亮 因為萊塢線非常美麗 六條陰涼線都很漂亮 所以第一句話我對 第二句我錯了 因為他那個罐柱那麼漂亮的 一個圓柱變成彈頭 也是我沒見過 所以我第二是猜錯 但第一件我猜對了就是 專案假如猜錯 他們認為土豆腔其實是致下 就李勝元那一把點38的吞槍 搶來放了四年 自己作詞 但再去搶一旁 還要把它連結在一起耶 台灣最弦的旗案 來… 這個案子非常非常有名 也是我來跑 我今年跑第二十二年嘛 碰過最靈異的 因為這個就是說 張靜華老師命案 在台北市是一個 或是在台灣司法史上 是第一件喔 到現在還沒發現屍體 可是凶手被判無期徒刑 定驗 已經在服刑的人 對 台灣司法史上必見 他是神災見識的 對 我就簡單敘述 反正就是這個幼稚人老師 有一天就失蹤了 在他住處失蹤 好 失蹤了之後 他家人很久之後 沒看到他就報警 好啦 警方跟他的家人就到他的住處去 一看 看起來整整齊齊 沒有像被侵入的痕跡 但是老師就是不見了 但是後面他們去調查 體寬卡的紀錄 發覺被一個他的男… 曾經交往過的男朋友提走 錢人們提走 然後男生跑到大陸去 好 靈異事件發生了 後面這案子一直沒有頭緒 可是當天去了一個派出所圓警 現場帶家屬去了 因為晚上我在瑞安街派出所 因為地點就在瑞安街附近 瑞安街派出所 他就跟我說小太 我剛剛看到一個老阿伯 在門外一直跟我招手 我跑出去看 總之都沒有人 沒有 他在坐值班台 然後他說他後面要進來 他又看到老阿伯走過來 將他招手 他又跑出去 又沒看到人 後面他生氣了 他就調錄影帶監視器看 但是就看他跑來跑去 對啊… 好 結果他當天晚上 他下勤務他馬上去睡覺 好啦 睡一個覺 他馬上做一個夢 夢到一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跟他講說 他被人殺了 他的頭被丟在一個海邊 天啊 而且那女孩子畫了一張地圖給他 連街名喔 都有 項名全部都標註好 在哪個海邊都標註好了 結果他就憑這個記憶 畫了一張地圖 跑去找當時的專案小組 大安分局行事主作 我不託夢 人家還給我畫地圖 沒有來找看看 跟著地圖走到了石門的海邊 台灣海邊何其大 那麼大 他們就按照那個圖一看 到了海灘 一顆人頭就在那邊 真的一個人頭 天啊 嚇死人 所有人都嚇死 就一個人頭在那邊 沒有身軀 當然他們把他後面 那個人頭帶回去 見識之後 竟然是男的 怪了對不對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好啦 當天這個死者張敬華老師 他的那個車子被在 他男朋友使用的車子 被扣在大安分局地下室 好啦 我回到分局 行事主在二樓 車子停在地下三樓停車場 他們的專案小組的人 就要下班回家了 只要走下去之後 我看他用爬樓梯 整個人是爬上來的 他說我看到那個 那個張敬華老師的車子旁邊 他站在旁邊跟我招傷 好難喔 好難喔 我就不敢下去啊 我就是死他一個 我就不敢下去 然後所有的人就下樓去看 你看那個怨念有多審 沒有囉 怨念啦 最後他們就把車子拆掉 東蔡之下發現了 對 就一滴血… 對 故事 阿神才來接著 我講完靈異的部分 這麼久才引言而已 我們都快要沒有心跳了 阿娜… 其實在他就是張老師的家裡面 浴室也發現有血 可是他清洗了 可是發現了很多地方有血 可是都在那個縫裡面 可是沒有辦法證明 他被殺了 他死掉了 沒有辦法證明 所以我們機會之後到那個地方 其實也就沒有了 結果你看 冥冥中就注定 因為我想說人不見了 我們合理的推論 是 他被丟了 對 結果後來查那一天晚上 當然現在沒有像現在 那麼多的監視器 就查那個他手機的移位 發現手機的移動 發現是從張老師住的地方 上了建國南北路 上了高速公路 然後從七隆那個地方 下去北安繞了一圈 半夜三點鐘 他就幹嘛 就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懷疑他可能去棄屍 結果棄屍要用到車子 後來輾轉就找到一部車 為什麼 因為那部車是他妹妹的 但是妹妹又講說 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哥哥在台灣用什麼 他說就用我的車子 你車在哪裡 車載就停在路邊 哥哥跑到大陸去了 他車還給我 車在哪裡 車就在路邊 所以我們請車子 請他開到地下停車場 當然也有經過他的同意 這些法律的程序都完備之後 開始看這部車 司機座底下有雪 司機座底下有雪 駕駛座底下 後座也有雪 最重要的是 後行李箱的雪是一個關鍵 你想我要掰一個理由 說司機座底下有雪 後座有雪 包括浴室有雪 剛剛憲哥你也講說金雪 受傷 對 可能對不對 機子骰這樣子 可以掰很多理由 也不會骰到後車下去 但是這個是有一點堅強 可是手受傷來 在那邊叫 跳也有可能 可是後行李箱 而且我出庭作證 它是滴流 慢慢滴的 結果他怎麼樣去解釋 看血跡就看得出來 他慢慢滴 當然喔 所以我是這方面的專業 就學是滴的 不是抹的 不是倒的 就慢慢滴 滴… 滲透進去 結果後來他從大陸 就是輾轉的警察妹妹說 沒事…警察要解案 所以有時候警察的話也要 這個不一定要 對 吶大陸 對啊 當他開玩笑啦 他說回來…沒事了 我要解案了 結果他真的回來了 回來以後就一直關到現在 直接抓起來 關到現在 不是 我們就把案子整個移送了 所以這樣等於是嫌犯沒有認罪是不是 他沒有認罪 可是問題法官說 你後面的血你怎麼解釋 他後來只有一招說警察弄上去 那我心裡有數嘛 這不可能 不是我們 因為我也找不到血怎麼栽他 他可能是犯了這個案 到最後已經水中服務隨便亂抓了 這個男生的東西 但那個結果現在是無頭公案 也找不出 也是還滿莫名的就對了 對 另外一個我想要提供的就是 症結案 因為症結案感覺上 大家都有看到他說 他拿了刀子 然後連續殺了 而且每一個都從腹部下去人就死掉 腹部下去人就死掉 連續死了四個 所以大家都看到他了 結果你認為要不要解剖 所以大家好像認為說 大概就不用解剖了嘛 他解剖的用意可能在於 這個… 這個就是代表他有看腳本 有看腳本 沒有… 大概是這樣子而已 其實我就說說你看看 製作單位你問他們 我是不看腳本而已 但是有蕊腳本 所以有時候 也就是說有時候 經由跟檢察官討論以後 我還是認為說 還是要做植物中 各位 沒有辦法想像得到 你看同腹部下去理論上 你死亡應該是出血去休克 吃到肝臟也就罷了 慢慢出血死掉 結果我沒想到 我一解剖一看 怎麼幼肺也有 心臟也有 左肺也有 左邊的腎臟也有 右邊的腎臟也有 這代表什麼 他是這樣 進去亂我的話 進去了 因為他轉了一圈 對 這個就可以 我們可以間接的推斷他的範意 所以我才會強烈的要求就是說 耳後這一類的刑案 都必須要 家長連坐 我的…見解可能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家長就是要連坐 請您立法了 自焚自殺案件竟然是兇殺案 來… 是誰的 高大哥… 這個案子我當時在 雯山一分局刑事組 我們雯山區當時有一個叫軍公路 那一天一大早 一大早9點 我9點5分就接到一個死亡的案件 先去處理那個死亡案件之後 下山回頭而已 馬上無限電路通報說 麻煩你再到貓空 那個產業道路 有人開車自焚 我到現場我跟我同時 天啊 好恐怖喔 兩天一天五六天也有 生理有好好的 已經監情了 所以到了那個產業道路的時候 從車子不能繼續要走路 走了大約十幾分鐘 我到現場看 牆壁一部越野車 就是那種休旅車 整部燒焦 燒焦的時候 他後車窗就看得到一個人 第一個是聯想 這個可能是失憶 或者是情緒不好 來這邊引火自焚 我們就跟台北地檢署通報 有人自焚 疑似自焚 因為剩下一個骷髏而已嘛 檢察官跟法醫到現場來的時候 因為我在現場 我手套戴著手套的時候 我跟殯葬業一個協助我 要去把那個大體把它搬起來 它因為大約剩下差不多六十幾公分 我就跟那個殯葬業者說 你要小心一點 這個大體它的大骨可能會掉下來 整組 對 腳腿會大滾 結果一爆 那個大骨整個都垮下來了 剩下一個身體 還有一個頭 天啊 可是抱起來 我一抱起來那一殺我就覺得 我一剛才這樣就知道 因為他的手反綁 他怎麼有手去掩護在後面 他兩隻手在後面 還有一個尼龍神反綁 簡作看到就說 這個變他殺了 他殺你要人事實低伍 第一個 這是什麼人 對 你這個人 你要把這個死者 先把身分找出來 所以從車上的引擎號碼 查出來 是在三重的一個 某某的一個會長 一個清商會的一個會長 對 一聯絡到三重 他的太太那邊的時候 他的太太說 我的先生已經失蹤兩三天了 就是了… 對 然後知道人之後 同時他太太到現場驗室之後 看到他那一部車子燒焦了 外型一看就知道是他們家的車 對 所以再來已經知道人往生了 但是要解剖 要查驗DNA 你不一定說一個死人 就是這個車主吧 對 可能是別的人在那個車上 然後解剖之後發現第二個 因為 解剖下去之後 他整個肺是黑色的 吸入大量的濃煙 代表他在燒的時候還活著 煙才吸得煙進去 如果你死亡之後 在燒的時候他呼吸不到裡面 就像死後落水 生前落水 你活著的時候 落水會吸到肺部裡面一樣 對… 已經知道說活的時候 被燒死的時候 然後再來就開始查到通年紀錄 他的手機 找最後一通他跟誰聯絡 後來… 最後一通聯絡的是凌晨的時間 就把凌晨這一段 這幾天跟他聯絡的人一個姓呂 一個呂姓凶嫌 再從這個手機號碼反追回去 再去推 再查到這個姓呂的年級資料 把他整個家族資料掉下來之後 發現 姓呂的這一個他的親姐姐 就是在這個死者公司上班 有關係了 又有關係啦 姓呂的這個凶嫌 疑似凶嫌 他就常常去他姐姐的公司 找他姐姐聊天 進而認識這個老闆 所以常常會去打打小拍 打打小拍的時候 偶爾會跟他借個幾千塊幾萬塊 有一天他就打電話跟這個老闆講 我要還你錢 還你錢請你順便請你吃個飯 他不宜有他 半夜的時候他開車到木柵區那個山上 貓公那個產業道路 他說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那一部車載了三個妹妹 要跟我們一起去吃 我那個朋友的車子故障 我們可不可以去接他 然後到現場的時候 他把車門一拉開那一剎那 另外那個兇嫌 就整把的胡椒粉往這個老闆 臉上一撥 整個眼睛都是胡椒粉 後面那個人就直接把他勒著脖子 從駕駛座拉到後面去 拿了一把蘭波刀就刺下去了 刺下去之後就開始 整個人先綁起來 他這只是為了一點點的小錢 從他的身上拿到三張提款卡 連了18萬 18萬 然後為什麼 要把他做掉呢 因為他事先就預謀先到 我們木柵路有一個加油站 買了一桶汽油 買了一把蘭波刀 買了膠帶 這些鑽工具都事前 我們都有錄影帶 都有刁到 再找出來犯罪嫌疑人 他的通電紀錄 找到另外一個兇嫌 所以是兩個兇手 好 來 再看下一個… 我來 哪一條 想看哪一條 想看哪一條 看我 菸蒂逮捕馬力 運超車搭到 我看這個好像有點那個 對啊 比較棒 就好像邏輯伴 不用有錢啦 不用有錢 哪一位 菸蒂… 哪一位 厲害… 這個酷… 這要見識正常的 對 這個案子就是在之前 各位知道有一個 我們銀行的運超車一直被搶 在2002年到2012年 10年之間最平然 幾乎運超車 每一年都有一件 幾乎很多的 很多家的運超車都被搶 運超車上面就寫著來搶我 不是… 不是寫那個運超中 所以上面沒有寫 可是一看就知道是 那個保全運送的 因為那個車型不太一樣 不是都很安全嗎 靠煙底 是很安全 可是問題是 它如果你在 你要去領錢跟要送到車上 這一段 我搶抵著你 你怎麼辦 對… 空空窗前 對 而且它用的是下雨天 所以它有一個號稱的羽衣大道 因為穿羽衣 穿羽衣有一個狀況 你根本看不到我的臉 請摩托車又很快 而且下雨天 對不對 下雨天 你要照它全部的臉不容易 它幾次的辦案之後 我們現在一般都要靠現場的急診 這個裡面破案的非常重要的急診 就是靠的那個 還有就是魚它那個衣體 可以做DNA的 還有像那個它現場有抽菸 結果它都抽什麼菸 David Dove 大衛 所以就鎖定 另外它有開槍 開槍有幾個案子 還有打死了保全員 在96年那個案子結果一個保全員被打死 所以保全員講實在也是很禁止 他想要保護他的運燒 看到他的同事被搶到回去要救他 結果那個歹徒一看 你回來幹嘛 打死他 延續發生十年都抓不到 你看歹徒有多厲害 這個案子 這個是同一個歹徒嗎 對 都是同一個人做的 這麼 難怪講得這麼義憤填膺的 我們想說如果好幾個都有抓到的話 後來就抓到的就是 他怎麼就再講這七件裡面怎麼抓到 對不對 結果這個案子最後一次作案的時間 是101年 3月份的時候 結果他是到台灣中小器營南京東路分行 結果這個分行在94年也被搶 又被… 同樣一個人 最後發現是同一個人 結果因為我們現在有監視器 以前監視器還沒有那麼多 對 監視器還沒有那麼多 結果94年那個案子 他也留下雨衣 有DNA 可是不知道是誰啊 好 從那個最後一次101年 3月份這一次的犯案 結果那時候監視器見證很多 所以各位 拍到 觀眾朋友要小心 怎麼樣 你現在出了電台我告訴你 你去了哪裡我都可以找得到 沒錯 對 我們的世界 我們只是吃個乾麵 是… 馬上就有監視器 路口哪裡通通都有 沒錯… 對 結果後來這個案子 我們就循著他 因為他怎麼來怎麼去 後來他車子是偷來的 偷來之後他汽車的地點 我們找到了 丟車的地點後來找到那個 雨衣 結果雨衣比對出來以後 跟94年的 一樣的 香菸蒂一樣 那是誰啊 不知道 那怎麼辦呢 就是同一個人幹的 對 後來因為那時候那個影像 還沒有那麼多 結果有一個影像稍微就是 因為他知道他要作案的時候 都稍微遮個臉 對… 遮個臉這樣 只有半邊而已 對 所以不是很完整 因此請畫家再補一下好了 把那個補完以後 結果在查另外一個案子的時候 給某一個那個 等於是建民一看 他說這個人看起來好像滿面熟的 有可能是誰 對 有可能是誰 結果一查他說這個可能是一個 一個叫做王董的人 王董在哪裡呢 後來警察就開始查王董 因為王董他不住在他戶籍的地方 他到處跑 因為王董不常來 對 他也常到酒店等等 就是王董 人家就這樣 了解 後來就從他那個機車停車的地方 附近開始掉監視器 因為會停在這裡一定是住在附近 有經過 結果從哪裡找到呢 從超商看到 超商更加 所以各位知道常常會進出超商 超商是我們查 你有沒有住在附近 那就很清楚 對 很清楚 又有光線 超商的時候看到 這影像就是王董 就是 對 結果王董出來以後 他做了什麼動作 第一個馬上問那個店員 他剛剛買什麼東西 雨衣 大衛杜夫的煙 大衛杜夫那個蛋煙 第二個他買一瓶礦鹼水 那就對了 所以警察馬上慢慢跟 跟著以後怎麼樣 要取他的DNA 你不能說王董站住我 對不對 站好 我跟你採訪 搞不好酒店小姐去拔他頭髮 還要再取DNA 天啊 讓我大一圈 不然你不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跟那個案子 餘衣有沒有關係 檢方取DNA有沒有侵權的問題 有 現在就是要靠技術 對不對 所以你要合法 OK 檢座在這裡你要合法 是 不合法他馬上就會 就會進行偵辦 他們還是被害人人權協會 要符合憲法第八條的 實質正當法律程序 對 所以不可以侵犯 但是我們可以 他喝礦泉水有沒有 我們撿到他的瓶子來 可以吧 憲哥太有概念了 上游政策下游對策嘛 對啊 抽菸抽了以後我丟掉的菸蒂 結果撿起來警方先要確認 到底你跟餘衣那個大道 有沒有關聯 所以先做了 做了以後 但是你還要補彩證 做了以後發現就是他 警察說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透透了 後來馬上實施禁管 結果他因為 那個他去查那個 划船學會的時候 有人就跟他通報 警察在找你喔 他注意了喔 警察在找你喔 真的喔 結果他第二天東西快來快要跑啦 這種人最可怕 對 因為他可能划船離開 划船 龍舟隊的 解湯啊 你要 而且端午節快到了 正好是跑的時候 第二天到機場要出境的時候 就被抓 盡管了啦 盡管抓到 馬上送請檢察官不採樣 一確定就是他 抓到喔 終於破破 為什麼那時候可以採樣 那時候採樣不會侵犯人權嗎 可以啊 可是那時候 警察官是下一個 對 依照大法官4至535號解釋理由書 有合理懷疑了 有那個燕地了嗎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警察勤務條例 以及警察職權行使條例第六條 也都已經當時的規定了 所以你們會常聽到說 檢察官這裡有沒有簽搜索票 就這樣 我要不要到你家裡來 你有沒有搜索票 沒有搜索票不行 對不對 再來這條 哪一個… 這個當然也是為錢 來…這一條 情侶 來 情侶爭吵擦槍走火釀成命案 真相不單純 這可能跟錢跟情侶都有關係 是哪一位的故事 又是我們 最後聽 來… 主任… 這個我辦的案子是裡面 我出庭 然後跟那個當事人對上了一個案 你還要出庭 所以不單純 是因為你也夾雜在裡面 不是啦 不是啦 我在犯那個案子 結果他說我喊冤了 我是冤枉 我說 沒有 不是啦 法官找我去… 了解一下 了解 這個來龍就這樣子 請問有一天就在瑞光路 內湖的瑞光路 有一次 幼稚園 有一天有一個人就來按店裡 裡面有一百多個小孩子 幼稚園 是… 按店裡 裡面人就覺得很緊張幹嘛 有這個人按得那麼急幹嘛 來聽說 請問你找誰 叫黃老師給我出來 馬上叫黃老師給我出來 來者不散 可是黃老師心裡知道 因為他已經不接他的男友的電話 這是幾個月了 前男友 一定是前男友來的 是… 怕他衝進去 他踹門衝進去 裡面都是小孩子 是啊… 所以黃老師沒有辦法就出來了 出來以後 然後兩個就轉到那個 幼稚園的旁邊 所有的人 因為那個地方 各位知道瑞光路 車水馬樓 鄰居就聽到兩個槍響 結果歹徒就很瀟灑的 就這樣子 小跑步走掉了 請問這個案子 要抓到那個兇手難不難 不難 不難 因為你按店裡也有監視器 對 然後他講黃老師給我出來 一定是認識的 黃老師 從黃老師的交往關係等等 查到這個人不難 結果後來查到這個人 這個人知道警察要抓他 到處躲 睡公園睡哪裡 躲了一個禮拜 後來找一個律師 找一個律師要出面投案 後來一查這個人姓吳 叫吳敏成 結果這個人發現 他在十年前 就是當時這個案子破案的時候 十年前 也殺了他前女友 對 所以恐怖情人真的要很小心 你一個不行他殺了第二個 所以他有坐過牢出來了是不是 對 已經坐過牢 結果你知道嗎 殺一個人判多久 判八年 八年 關兩年九個月 就出來了 就出來了 對啊 台灣的法律 因為什麼 符合治首 這個案子他有治首 第二個 對 第二個表現良好 第三個他有賠錢 等於又再犯同樣的案子 對啊 八年之後 他又再殺了這個黃老師 結果那個律師說 我不幫你辯護了 之前我就覺得有一點 違背良心 對 對不對 你殺了一個人兩年九個月 除非這是給Double的價格 也沒有啦 他沒有那種說 結果律師 是不是Double的價格 不行的 結果他律師了 但是我陪你 你一定要面對 陪你出來投案 然後把投案 所以他是律師陪同出來投案 可是律師不幫他辯護 對 他就找另外一個人辯護 結果當然辯護他就承認 為什麼監視界拍到你等等 可是你知道嗎 重點在這裡 他講 這差很多 對 故意殺人 過失殺人 過失殺人 或是過失致死 類似這個行責差很大 可是他帶了槍去 就已經有意圖要殺人了 對啊 但他沒有殺 但是我說我嚇嚇他 後來這個案子是我去的 香燕跟捷博我都看了 看了以後你知道嗎 他那個槍是從幼兒後 然後打到前頭頂沒有出去 因為那個 那個鋼皮手槍動能不夠 卡在那個前頭頂上 解剖一看子彈就卡在 可是幼兒後 是後往前 第二個 因為他開了兩槍 一槍是可能是嚇他 可是第二槍可能氣不過來 就壓著他開了一槍 你怎麼證明 因為他開槍的時候 剛好旁邊有鐵捲門 鐵捲門 結果鐵捲門 槍打上去以後 那個血就噴出去了 結果好死不死 我剛好是 專家…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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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這樣子噴… 結果我推論 我研判分析它的高度 它是蹲著坐著跪的 被壓制彎腰或是被打的 而且從後往前打一審 後來我就出庭作證 法官說 他說No…不是這樣子… 後來就有爭議啦 所以才要我出庭 對 我講了四個小時 因為檢察官 法官很多不懂 什麼叫血跡形態 要怎麼去分析 去重建 怎麼會不懂呢 你剛剛講不到四分鐘 我們就了解 今天我也把當時出庭的那些 那些照片 這一天就是當時在法庭上出庭 呈現出來的 我講了四個小時 我說司法改革 這個第一點要開始 不如來上節目 今天應該有超過500啦 證人費用應該以終點來算對不對 對啊 四個小時給我500多塊 當然這是開玩笑 結果後來法官終於相信了 說你不是跟他拉扯之中 不小心走破 你是壓著他故意從後線 結果一審判無期 二三審全部判死刑 結果這個案子後來 死刑進入了辯論點 我們現在死刑都要辯論 最後他跪下來 他賠錢哭喊 這個是免死的SOP 又是要來的 又來了 我真的 我很後悔 我真的 我要賠錢了 我又來這一套 結果最後什麼 判無期徒刑 所以大家對情侶的糾紛 要特別小心 處理上要很緊 一定要謹慎 有一名男子 這姓金 金姓男子 他在我們的轄區 他是經營一些那種特種行業 特種行業 有一天他的家屬 來我們丹瑞報於失蹤 也無從查起 因為那個時空背景 沒有行動電話 只有呼叫器 對… 但是我有印象中 這一個男子 他曾經帶過一個女生 他開的應召站 帶給一個女生 這個女生在明群東路 附近北路口被我抓過 被我抓過一次之後 我對那個女生印象很深刻 後來他報失蹤的時候 我就直覺就想說 先去問他的女朋友看看 因為我不曉得他是他女朋友 還是他老婆我不知道 我們當時只知道他是坐在他同車 他有吸毒被我們逮到 我就是去到他的住處 在明群東路一個大樓的一個住處 那個大樓旁邊還有一個 人壽公司很大 我自己跟我另外一個同事兩個人 在樓下 因為以前的那個大樓樓下 沒有那個管理員 你看到他就是在睡覺 以前的管理員不會那麼認真 在那邊看你的 不然就是在看布袋戲 然後那個錄影帶 可能一個月還不會動一次那種的 是… 你賺不到任何東西的 很少 是… 我們上去到了酒樓的時候 那是酒樓 他的門口的電鈴是壞的 是電鈴是壞的 無電鈴 我就載到樓下去 把那管理員搖起來 我搖起來之後我就買了一包煙給他 我說酒樓的電話幾號 趕快給我 給我之後我就拿了行動電話 假設酒樓他在這個門口 我走到旁邊的電梯 那個樓梯口打電話 我就講了幾句話 快出來 快走 我就掛掉了 掛掉之後我就站在他門口旁邊等 30秒 很快 我都聽到裡面 很快 把門就打開了 他把門一打開那一剎那 他看到我 我看到 就看到我 他也嚇一跳 我也嚇一跳 因為裡面暗密門 很暗 很暗 很暗我就把鐵門 我的手就槍就先掏出來了 我很緊張 怕裡面有沒有躲 人不知道 槍就先掏出來 我說你不要動… 你不要衝動 你不要衝動 我也緊張要死 我另外一個同事不見了 跑去哪裡抽菸不知道 只是他講說你先不要動 你就是聽我的講 你把門整個都打開 那是套房 整個打開之後左邊就是 大門打開左邊就是個廁所 廁所的燈開著 廁所旁邊是一張床 雙人床 雙人床旁邊有個開關 開關一打開之後 我就看到一張雙人床 前面一個小茶几 旁邊一個電視 有個衣櫃 我就很緊張 我看到他的眼神很… 很害怕的樣子 對… 但是我當下覺得說他可能是吸毒 吸心裡想可能吸毒 但是又覺得 是怪怪的 又很怪 說不出來的怪 因為有聞到味道 屍體有三種 屍屍有三種 屍屍有三種 第一種是新鮮的 比如說交通車禍 當場或者槍擊 或者是像刀棘刺殺這種 當場有血的 剛走沒錯 這個送到殯儀館或者是停滯間 叫做新鮮的 要冷凍 第二種叫腐爛的 大約20天之後 開始有意味出來了 是 第三種叫白骨 白骨頭 更骨 對…所以我們一般來處理屍體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我發現就是有個味道 但是那個味道不會講 可是我又找不到我另外的同事 他看著我 我看著他 可是我看到桌上 有一個男友的勞力士手錶 還有一副男生的眼鏡 我就直覺得怪 我說這是誰的眼鏡 誰的手錶 他講不出來 屍屍的 後來我同事一進來 通報我們的單位 說請其他的同仁來支援 其他的同仁到現場來支援的時候 我把衣櫃一打開看到一個毛毯 我看到毛毯很怪 直覺的怪 對 我說那裡面是什麼東西 他也不回答我 我就調皮了 手去摸一下 淺淺 濕濕的 我就直覺怪了 手就是血 我就等殯葬葉子 因為現在殯葬葉都有兩個人 以前是一個人 一個人你警察 老的警察理你 他不理你的 很多警察不敢看死人 他看到死人 寧可叫殯葬葉去拍照片 他也不願意去摸 都讓他們去做 對 但是我們那時候菜鳥 你不碰不行 不抱也不行 我就進去 一個抱下面的那個毯子 我抱上面的毯子 一抱下來那一剎 我看我的手背就是血 我就覺得不對了 放到地上 然後把那個膽子一打開 那個一個男生的背是趴著的 你看到他背是趴著的 可是他的頭是翻過來 眼睛在瞪著你 他從那個脖子這樣割 割到後面上一層皮 十公分 就看到氣管和這個地方而已 但是他是跪…是趴著 當然就是後來查到這個女生 他有七個男朋友 其中之一 他其中一個男朋友是開怪手的 那時候基隆河在整治工程 他們隔一天本來要把那個屍體 運到基隆河去埋掉 剛好那天被我們發現 後來我那個學長 我那個前輩就跟我講 你要記得這一句話 他說這一個你看得到的 還有你搬得到的這些屍體 不是死人 不是死人 那是什麼 他說這個叫被害人 所以我聽到他講的 被害人那一剎那 那是我的老大叫侯友宜 他跟我講說 只要他死掉的 沒有家屬的 你趕快想盡辦法 通知到他家屬來領回去 只要是他是被人家 其他的那種害死的 趕快去把胸前找出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不會恐懼這個往生的人 改變了一個看法 對… 有道理 這個 這個新北市的市長口才還不錯 馬上給他兩個slogan 對 馬上去被害人 把他替他申冤 真的… 你講完以後 後面這集會感覺對你肅然起敬 槍擊案 哪一位 張敬睿警官 其實這是一件悲劇 那時候我大概四年前 那時候剛畢業還在派出所 當警局員警 最年輕的時候 對… 那時候我跟一個替代役 剛好出門要執行 俗稱的查好靠的侵入 我們巡邏車剛開出派出所而已 就看到一台機車騎士 沒有戴安全帽逆向騎過來 我就跟替代役說 指揮棒拿著 等一下把他攔下來 抓 對 然後剛把車窗搖下來的時候 對方也攔我了 他就說 警察先生 前面開槍了 然後我就 我就聽到開槍 我就馬上巡邏車 油門踩到底 衝到案發現場 案發現場 剛好在我們派出所後面而已 對 一到現場就看到一男一女 倒在馬路中的脅迫 男生當場頭部重彈就 在現場就死亡了 女生是手部被貫穿 然後後來生命跡象穩定 是沒有事 我們事後調查 他這個被害人跟范賢 是因為范賢跟被害人的姐姐 在交往 被害人就是跟范賢有一些衝突 後來他的姐姐跟范賢 也是因為感情的問題 就是打算要分手 所以被害人就請他姐姐 到他家贊助這樣 然後范賢有一天就找到 被害人跟被害人姐姐 他們住的地方 倒在地上的那個是先生 是先生跟太太 然後手冠的那是太太 對 後來就是我們就持續追查 范賢後來在一個某知名的風景景點 舉槍自殺 殺了人以後未遂自殺 對… 後來我們釣魚監視器發現 其實我們巡邏車到現場 跟范賢開完槍離去 相差不到一分鐘而已 真的 對 當時范賢是殺紅了眼 如果他看到我們巡邏車 馬上槍拿起來開始開 我們連拔槍的時間都來不及 就算拔槍也來不及翻 那個已經開箱了 對… 所以其實現在還活著 真的是很感恩 對啊 對他們來說每一分每一秒 能活著都是晚性 但是現在警察同仁開槍 用槍時機真的是很為難對不對 齊憲哥 我聽到靖瑞這樣講 因為他們現在全部都被束縛住 對 全部被我們這些 你開一槍就要寫報告 我們都寫兩星期了 全部都是每個學長跟他們講說 開槍要洗你喔 這開槍出去 你後來報告寫不完 又一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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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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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後來又拔到不知道人家 全部都是這樣 所以他們每個拔槍出來之後 那個時間都在考慮是不是 猶豫了 不是你不能開槍 是你根本不敢開那個槍 就我有一個朋友 我那時候我跑社會 第一個殺警案 殺警案 一個林安順槍擊案 那個都很有名 一個警察被殺 一個警察被貫穿腦袋 一個警察左右腿全部被打掉 結果兩個嫌犯抓到 總共判多久你知道嗎 三年半 三年半 天啊 就是這樣啊 那一整個小隊出去辦案 就毒品案 一看到那個毒… 毒犯 開車 警察還得很有禮貌 先出示證件 對 然後再敲門 請他搖下車窗 不過那時候直接碰一槍都出來了 這是衝突 那時候還不能開喔 對他們來講還要對空名槍事件 對… 我再講一個案例就是說 這個案子發生在 2014年的一個 陶雲的一個案子 當時一個同仁叫葉劑 他在盤查一部 那個一部自小客車的時候 發現車上有一名男子很怪異 他就把車門打開的時候 請他就槍有掏在身 只有掏出來了 請他下車 可是那個人他就是做事 就是衝撞你警察 警察 我不是說因為我退休 我才講這種大話 我開過的槍最少超過15次以上 學員隊超過15次以上 我寫的報告 都還在可以釣得出來看的 你有寫15次以上表示什麼 你寫報告還有機會下一次 你不開你一次都沒機會寫的 對 所以你寫了報告還有機會 跟他上法院打官司 但是你不開那一刹那 可能你命就不見了 我說這個業績 一條命耶 一條命 你就不去了嘛 那個業績他講實在 他就當場對這個車子裡面 這個男子開了三槍開他大腿 打到動脈 後來流血過度死亡了 法官居然說你為什麼不瞄準 不要打他打到動脈 那檢查都會知道 那時候還瞄準耶 可是法官的 法官他的判決就是這樣 大家就覺得你是有罪的啊 所以當時判了那個 我們那個同仁判了六個月 賠了150萬 天啊 所以很多這種案子 警察就不用幹了 我們的同仁就覺得 我開這槍下去 第一個寫報告 對 罰錢 然後沒有人會同情你 還要寄過 沒有人會同情你 真的 你今天開了槍 你抓到人 一群人過來幫你 你今天被開了槍 沒人會管你的 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大家 我再講一個跟難聽的話 很多同仁沒開過槍 他寫報告不知道怎麼寫 上面沒有學長可以教 他自己寫一二三四 上面的長官也不敢披下來 因為覺得說你開了槍 到底是什麼 他一定要維護自己的警察的利益 可是到了法院去的時候 因為法官 我說我們到現在的法官 這個司法不改革 這個法官跟我們的警察 是不同調的 所以警察做得要死 人家說 我以前剛剛畢業沒多久 你多做多做 少做少做 你不做就不做 可是到現在不是啊 現在很多同仁很願意去做 可是就是怎麼樣 被法官那臨門一掌打回去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了 訂閱之後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竟然這樣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 趕快去